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OR传感器电路故障 左二传感器三 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 DTC 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 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 型号而异 OR 氧气 传感器可测量排气中的氧气含量 复获频 然后 PCM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使用此信息来调节喷油气脉冲 以保持适当的空燃比 OR传感器对于发动机的正常运行非常重要 OR传感器结构或故障可能会基于OR传感器数据错误而导致PCM添加或带走燃油 这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吸油或浓油状况 P0162代码指的是BANK2 3OR传感器 或BANK2下游的第三个传感器 后催化器 它是四线传感器 PCM为接地电路和大约0.5V或半V的参考电压电路供电 此外 对于OR传感器加热器元件 还有一条电池电压电源线 通常来自配电中心和另一条接地电路 OR传感器加热器可使OR传感器预热更快 从而在比排气将传感器预热至工作温度所需的时间 更短的时间内实现闭环 在冷启动时 这将减少废气排放 OR传感器会根据排气中的氧气含量改变提供的参考电压 它能够在约0.1至0.9V之间变化 0.1V表示吸薄排气 而0.9V表示浓排气 此P0162代码表明BANK2 3OR传感器被拉低的时间太长 或处于非活动状态 症状通常 后置是OR传感器问题很少出现驾驶性能问题 因为它们是PCM的输入 用于监控催化转化器的质量 并且不直接控制燃料 有时没有明显的症状 但是 在某些车辆上可能会发生以下情况 没有故障指示灯 照明MPG下降排气管排放增加 原因引起P0162编码的潜在原因 包括OR传感器损坏信号与电压短路接触排气部件 引起的接线问题 孔OR传感器附近的排气可能的解决方案 将发动机加热到正常工作温度 使用扫描工具的实时数据流 检查BANK2 3OR传感器闲置时的信号电压 它卡在低位并且没有切换吗 如果是这样 请增加发动机转速一分钟左右 然后观察传感器是否开始切换或改变电压 如果在闲置时间过长之后仍能正常工作 请检查车辆下方是否有生锈的排气组件 或氧气传感器附近的排气孔 必要时进行维修 如果排气完好无损 则怀疑是缓慢的BANK2 3OR传感器并进行了更换 如果您发现氧气传感器的数据流仍然很低 请拔下插头并观察读数 现在应该显示参考电压或半幅0.5V 如果是 请检查连接器是否有问题 是否进水 传感器是否损坏等 如果一切正常 请更换故障的BANK2 3OR传感器 拔下O2传感器后 如果电压读数仍然很低 则怀疑接线有问题 目视检查线数 确保没有与热的排气组件接触 并且所有线数固定器都在适当的位置 必要时进行维修 如果不存在线数问题 请使用电压表检查 为插接连接器上PCM的参考电压 它应该读取参考电压或大约半幅0.5V 如果电压读数太高 则修复信号电路上的电压短路 下面 IceCard 使用电压的阻力 好好则修复信号电压 用电压的电压 对就要注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